OK 幾分鐘之後 我們的速度又掉下來了 完全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還是一樣60幾メイン 前面都是非常順利的400多メイン 然後到現在差不多喘了500GB之後呢 看到沒有 我們的速度整個大跳了喔 應該不是什麼溫度的問題 應該就是它的硬碟 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設計的 就是你只要超過500GB 這個硬碟是2T的硬碟 它的容量也有1.8T 它傳了500GB容量 存滿500GB 它就直接速度變得超慢 70幾メイン是怎麼樣 已經比我們的傳統硬碟 2.5吋的硬碟還要慢了 到底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該說什麼啦 這是神奇的鎂光硬碟 OK來到第二天 我們這個Crucial P2的硬碟 我直接打給他們的工程師 然後他們工程師說 其實感覺怪怪的 結果不可能一個超級快的速度 然後現在又掉到一個60幾メイン的速度 670メイン 現在是大檔案的傳輸 它一開始複製貼上之後是有保持還蠻快的速度 然後大概2秒鐘之後 它的速度就會一直維持在780メイン這種烏龜的速度 所以我們已經排除那個Asus硬碟盒的問題 因為那個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把檔案傳到我們另外一個SSD 另外一個M.2硬碟裡面 然後直接傳到我們這個鎂光的M.2裡面 結果速度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真的是鎂光這一個M.2的問題 真的是頗神奇了 沒關係我們待會就拿去送修 然後第一天就拿去送修 送修他說理論上就是直接換一個新的給我 然後就急到我們家 他說這也是很少發生 因為我買的是2T的SSD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子會故障 反正他就說他要換新的啦 那他也送我一個神奇的WD袋子 雖然我買的是鎂光的硬碟 結果他送我一個WD袋子 沒關係啦 開心 換了第三個硬碟 還是一模一樣 還是一樣的問題 就是船連續寫入竟然還是會速度掉下來 現在又到了80幾M的速度 就又跟傳統的硬碟一模一樣 那我又 就是打電話給工程師 他們就說 欸這個就不太正常 所以他們也是 覺得不太正常 所以他們就是沒有說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直接換一個硬碟給我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叫他們說 欸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們也說不出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也只是個代理商 所以我也還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速度 一個跟傳統硬碟一模一樣的速度的SSD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看來明天又要再打電話一次 然後再送修一次嗎 不知道 看工程師怎麼說囉 OK 又過了一天 那我們又問了工程師 那我也不想要再說 我們一直再把東西退回去 然後再拿一個新的 因為問題還是一模一樣 我直接朝網路購物 就直接退貨 我也不想要再用這個產品了 這個產品也太瞎了 就是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退貨啦 退爆它 然後再買一個其他品牌 可能是Samsung的SSD吧 嘖嘖 turbo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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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